本港今日只是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由外地输入 在连续第五日确诊个案单位数 另外亦有一宗初步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说 不能肯定社区传播链已经切断 社交距离措施一定要继续 陈志永报道 唯一一宗个案是19岁的英国女留学生 她今个月1日回香港 第二日交退疫样本测到阴性 一直在酒店强制家居隔离 去到星期一觉得喉咙很痒 但不以为意 去到完成隔离之后回家 星期三发烧 去明岸医院求医 测试之后结果确诊 看上一次得一宗个案 已经是上个月9日 的确这几天 个案数字就有缓和的迹象 我们都希望这个是反映着 真是社区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不可能8%肯定到 究竟社区是否有一些隐性的传播链向上 希望可以守着门口 门口进来的那些我们控制住 就令到我们社区里面就没有爆发了 但好像这个个案那样 有部分人都是做了家居检疫之后 自己去看医生才确诊 当中有6个人 底缸的时候连瓶都没拿 之后再确诊 将每个人都要演两次 这些我们还在研究的好行性 还有做些什么人事 是不是真的需要做 现在我们就全部都给口水瓶 不过人人即场留样本 都是8天之前先做 之前回香港的 可以选回家才再交瓶子 中心强调 现在由美国和欧洲抵港的人 都要在亚博留样本 要等有检测结果 有线烈事记者陈志荣报导 一首更欺骗有线新闻